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位比较著名的汉中王 他们一个是后来从汉中东出与项羽夺天下 并最终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刘邦 一个是蜀汉政权的建立者赵列帝刘备 尽管都当过汉中王也都占领了蜀地 但是刘邦在称王之后选择了定都于汉中 而刘备则在称王之后选择了以此前的大本营成都为都城 鸿门宴之后项羽便领兵西境 项羽入咸阳烧阿王宫杀秦王子英 又分封各路将军为王 刘邦被封为汉王 领地是巴蜀和汉中等地 都城为南正经陕西南正 在此基础上刘邦自然不会满意 于是和项羽展开了楚汉之争 楚汉之争是指汉元年公元前206年 8月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12月 西楚霸王项羽 汉王刘邦两大集团为争夺天下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最终楚汉之争以项羽败王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而告终 对于刘邦来说 凭借巴蜀之地而夺取了天下 不过在刘邦之后 刘备同样是占据了巴蜀之地 却始终和曹操、东吴三分天下 并且在都城上 刘备选择定都成都 而不是汉中之地的南正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占据巴蜀之地 为何刘邦定都汉中 刘备却定都成都呢 换而言之 导致刘邦和刘备选择不同都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 二人当上汉中王的性质不同 刘邦、刘备尽管都是汉中王 但是一个是诸侯领袖项羽策封 一个是自封的 项羽进入咸阳后 策封各路诸侯为王 其中实际上最早进入关中 按照众诸侯约定 本该被奉为关中王的刘邦 因为实力不足以和项羽抗衡 而被改封为汉中王 尽管一字之差 但从地理上看 汉中位于秦陵以南 论复数程度 远远赶不上早已被耕耘多年的关中 对于刘邦来说 被封为汉中王 其实是一件相当耻辱的事情 但是他暂时还斗不过项羽 只好接受了封号 并且前往了汉中 按常理来说 项羽给刘邦的封号就是汉中王 因此尽管属地也处于刘邦的封地范围之内 刘邦还是需要以汉中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相比之下 四百多年后的刘备 之所以要夺取汉中 并且在那里称王 一方面是因为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 另一方面是为了向先祖刘邦致敬 简单来说 刘邦被封为汉中王 按常理就应该以汉中为都 否则不但显得奇怪 甚至可能被项羽认为实在向自己表达不满 至于刘备则是在有了大本营成都的情况下 自立为汉中王 因此并不需要 也没有人会理会他遵循这一常理 第二 刘邦和刘备各自所处的时代的 汉中和成都发展的程度不同 如今提到属地 人们常常会用天府之国来形容其副族 然而历史上早已被形容的天府之国却是汉中 据史记刘侯释迦记载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曾经犹豫过在何处建都 此时张良表示 福关中左摇寒 幼龙鼠 卧野千里 此所谓金城千里 天府之国也 事实上 属地曾经长期与外界隔绝 直到战国末年才被秦国吞并 后来 属郡太首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燕 解决了曾经频繁爆发的水患 改善了当地的农业条件 汉朝在建立以后 属地安稳地发展 才逐渐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因此 在刘邦所处的年代 后来繁华的成都 或许还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城 两汉数百年间 属地发展迅速 成都也成功挤身大城市的行列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两任一周末 刘烟和刘章 则仗着属地的地理优势 尽量地避免了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等到刘备占领属地时 几乎已经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摧残的成都 可以说是发展得相当良好了 相比之下 北方汉中的发展程度 已经落后于成都 第三 刘备刘邦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 刘邦到达汉中之后 很快就烧毁了与外界联系的剑桥 以示自己没有东出之意 然而 与此同时 他却在积蓄力量 随时准备着从汉中出发 迅速到达关中 并顺时东征 与此同时 思念家乡的项羽 没有采纳大臣定都关中的意见 而是率军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附近 彭城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一带 从后来刘邦轻轻松松就平定了关中来看 项羽封在关中 以制衡刘邦的诸侯们实力并不强大 换句话说 就算定都在距离关中很近的汉中 刘邦也可以安心发展 不用担心自身的安危 然而刘备自封汉中王时 北方已经被曹魏统一 他所要面对的是曹魏专门派到西县 随时准备南下讨伐的大军 在这种情况下 定都于前线的汉中 显然不如定都在后方的成都 毕竟首都如果陷入战争甚至沦陷 无疑会打击整个蜀汉上下的士气 从各个方面来看 刘邦和刘备尽管都曾是汉中王 但称王的性质和所处的环境 以及面临的具体情况都有大不同 刘邦定都汉中 一是因为自己本来就是被项羽封在汉中 二是因为自己计划短期内出兵关中 没必要迁去其他地方 三则是因为当时的成都 并没有比汉中发达多少 刘备定都成都 一是因为曹魏大军在北虎视眈眈 成都相对安全 二是因为成都相比于自己 治下其他城市更发达 更适合作为都城 当然或许导致他们二人 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还不止这些 但客观来说 他们的选择对于各自而言 确实是最好的 因此在汉中之战结束以后 刘备获得的汉中之地 几乎是一座空城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都城往往都会选择 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 比如长安 洛阳等 现在汉中已经没有什么百姓了 如果要在汉中定都的话 势必要投入非常大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比如远距离征调百姓 建造都城 运送物资等 凡此种种都会加重蜀汉的负担 让本就弱小的蜀国更加虚弱 而在秦朝末年 汉中之地较少受到战争的破坏 所以刘邦在汉中南正定都 无疑是比较容易的 综合以上的因素 同样占据巴蜀之地 汉高祖刘邦选择定都汉中 而汉朝列帝刘备则选择定都成都 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选择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